是带大家来做这几件事情 一个呢 挽救婚姻 二呢 治理婚姻 三呢 离婚疗愈 四呢 复婚重建 五呢 是 强托婚 我们说 先说第一 挽救婚姻 大家知道呢 婚姻出现问题呢 除了 还有别的问题 你比方说有婆媳问题啊 导致的要离婚呢 有子女教育问题 导致要离婚啊 对吧 还有夫妻两个人脑吵架 要离婚的也有很多 因为债务的原因呢 像有很多人呢 去搞假离婚 结果假离婚 变成金离婚啊 还有呢 就是说婚姻 进入了这个疲劳期啊 倦怠期啊 夫妻之间没什么话说 然后呢 夫妻之间呢 也觉得这个感情呢 就顿了 那怎么办呢 用去激发呀 要去找到 他的这个婚姻启动的 按钮啊 所以说这叫挽救婚姻 那你们之间有感情基础 这些东西都是肯定要去挽救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叫做呢 我们都是有挽救婚姻五个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去评估 看这个婚姻要离还是不要离 所以大家要知道呢 就是说这一项呢 也有很多人要来挽救 这个婚姻它本身也没有什么 说是什么也没有 好 那我们要去